小野 凯莉 拿上这瓶饮料 千万不能丢掉 小野 凯莉 拿上这个鸡腿 千万不能丢掉 为什么 别问为什么 记得千万不要丢掉 好香啊 我想吃鸡腿 小野 不能吃 为什么不能吃 我也不知道 记住 你们只能自己拿 不能给别人 一定要按我说的做 凯莉 那我们要一直拿着吗 我们还是听大家的话吧 哈哈 香喷喷的大鸡腿 我吃 啊 我怎么被圈起来了 红圈 我明白了 鹿蛋 你可千万不要出红圈呀 为什么 吃呀 凯莉 你明白什么了 这是指定的任务游戏 家里是被指定拿着鸡腿和饮料的人 被指定的人 在游戏结束之前 是不能违反规则的 要是有人来破坏规则 那 那个人也会受到惩罚的 啊 原来是这样 鹿蛋 你现在吃了我俩的鸡腿 你就是那个来破坏的人 这个红圈就是对你的惩罚 一个红圈而已 就算什么惩罚 我现在就走出去 哎呀 这个游戏什么时候结束呀 站住 不能进 为什么 不能带饮料就降噬 把饮料给我 我给你们保管着 不行 老师 我们要自己拿着 好啊你们 非要带饮料就降噬是吧 那你们今天别上课了 老师 我们是为你好 不能破坏规则呀 凯莉 小野 你们又被指定了 这次是要拿上这两个大西瓜 什么 可是我们太累了 你就拿不动了 是呀 小金流 是谁指定的我们 我只看到这个指定你们的人 戴着皇冠 穿着红衣服 戴着王冠 穿着红衣服 只有王后妈妈才会这么穿呀 不会 真的是王后妈妈吧 小金流 谢谢你告诉我们 小野 你跟我走 哈哈 也不知道小野和凯莉怎么样了 毕竟这两个孩子平时可没拿过这么重的东西 好累呀 王后妈妈 是不是你指定我俩拿西瓜 对 就是我指定的 饮料和鸡腿也是 这是为什么呀 你们知不知道这很累的 累就对了 凯莉 这次就是让你得到锻炼 那我们以后多锻炼就是了 是啊 快让游戏结束吧 既然你们都这样说了 那就结束游戏吧 游戏解除 天哪 我可算是回来了 小朋友们 点赞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